喜欢奔驰C这款车呢 我给你感觉 临近改款这种车型 它相对来说降价幅度 真的是还可以的 最新款的奔驰C呢 据说才卖个20来万 办法呢也超过30万 相对于宝马的3C 或者ODA4来说 奔驰呢这个品牌效率呢 也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呢 也今天去塞点看看 这车现在到底究竟能买多少钱 一个货车车全办开来 又需要多少呢 下面组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辆 全新的奔驰C吧 疯刺痛我的骨 可是我不愿认输 老铁们看到了吗 眼前这辆 是全新的奔驰的C200L 我和朋友刚刚一走进 塞点大门 发现摆在眼前的 第一辆车就是它 也足以看出 即使是一个末代产品了 它相对来说呢 需要呢还是非常的好的 新的造价呢 是315800 大家呢应该都知道 相对来说 奔驰这个品牌呢 在品牌效益方面 是要强于奥迪 和宝马的 奔驰C或者是奔驰E呢 它们呢也是 需要一件名的最爱 很多的朋友啊 都很喜欢这个品牌 至于价格这方面呢 因为买的年多 它自然啊 不会特别的给你降价 上到奔驰的S 下到这辆奔驰C啊 或者是奔驰的A 相对来说呢 都要比同级别的 其他产品又贵个 10%左右 刚才呢 我和我朋友 也问了这个销售 我们这车 现在啊 是不是优惠地度呢 相对于以往 也要打出许多 因为这车真的上市 很多年了 从14年 一直出到了新天 销售呢 它比如说 奔驰C降价呢 已经从这个月 刚刚开始的 因为七八月份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 是一个司来店 或者是二组车的 一个销售的淡季 因为天气 这个是太热了 而像眼前这辆 奔驰C200呢 现在优惠地度呢 是五万多 也就是说裸车 才26万 稍多一点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辆奔驰C和内饰 内饰呢 整体来说 还是有着奔驰 它应有的那些滑滑感 我们只要能有手帽 这些地方 几乎全部都是 软性的材质 只不过和最新款 那些奔驰C的车型相比呢 还没有那块 两个连线的屏幕 因为是一个 加热发轨的奔驰C呢 它后排 相对来说 这个车很宽大 我们最近 不会有任何 鸡腿的感觉的 我这位朋友呢 也看了这张奔驰C 改了热车 真的是很不错哈 于是呢 就快去商量热车 最终的落地价格 想必须 这是大家所 最希望听到的 于是呢 我们也把诉求 告诉了自己的销售 销售呢 他也不敢怠慢 马上去申请领导 最终呢 经过接近半个小时的 商谈 就是商谈的价格呢 是新的照价 优惠6万 但是呢 要做一个严保 也就是说裸车是25万6800 最终呢 全部算下来价格 只是落地29万 这么一个位置上 大家感觉如何呢 花29万 买一辆 奔驰C值不值呢 夏天这么这 也欢迎